咱们刚刚呢创建了一个品牌的啊 这样一个分类的表对吧 那么咱们的数据库呢 当前啊这个品牌的表呢 确实是还没有进行新建的表把它拆出去 那么接着咱们大家呢 我就给大家演这一项 咱们把它拆出去 他们其实是不是相当于把那个刚刚的流程 是不是再走一遍嘛 第一步创建数据表 第二步 然后你先看看 把这个这个按了分阻 查完之后的信息是谁 把它插到那个新表里面去 然后第三步让他们之间替换 把它替换成那个表里面的组件值 接下来再把它给它改成一个新的类型 然后接下来再把外件事不给它加上啊 基本上就是这个过程 好的吗 那么我想要告诉你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像我刚刚给大家演示的第一种方式一样 第一步先创建的表 第二步 把一个色口语句放在这 从这个表里边查出信息来 是不是往这个新表里边查数据啊 先创再插是分开的 那能不能我一边创一边插呢 其实这是我想要告诉你的 我这个语句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为止 我选中了这一头东西 是不是相当于创建了一个表 叫做故事brand 然后是不是往里边添加了有两个字段 对吧 在后边这一头是什么呢 select brands as name from goose group by 这个哥们是不是相当于把这个品牌的这个名字 是不是给它查出来了呀 即我创建表和插入数据可以一切合成 但是一切合成的时候呢 稍微要注意点是什么 切记 你接下来往里边插入的时候 因为你这个ID是可以不用写的 但是你这个name这个地方是不是写了个not now呀 你的字段的名字叫name 所以说呢你接下来后边这个secle语句 查出来的这个字段的名字 你就应该让它叫name 而不能让它回忆叫 你叫什么 这个地方就得你给这爱字叫什么 如果你查出来的本来就叫name 那就不用改了 但是呢你查出来的毕竟是不是brand name啊 因此在这个地方的切记 你要用爱字给它改一下名字 那么这个时候才能查下去 这个地方需要改个名 哪个地方咱们刚刚还用过需要改名的朋友吗 大家是不是还要印象 咱们那会的时候 查询了一下 每一种商品里边最贵的那个店里的具体信息 是不是用到了 只查询又到了 冠冻查询 是不是一起合成的吧 其实这个地方也是 当咱们接下来想要查询max这个价格的时候 我是不是通过爱字 是不是给它请个名啊 因为你接下来要去用这个max这个值了 所以说呢你不能写上这个地方啊 不能出现什么max啊 接下来括号 你在写上price 这种方式是不对的 但是我给它起了个名之后 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直接可以用 所以说同学们最好呢 适当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名字 否则是不对的 就如果要是告诉了你 什么什么时候名字不对音啊 咱们等等 那么往往呢你通过图部爱字给它起来 好了同学们 这个哈 这个时候一句 不要有任何的背 只要是了解 你心目当中知道 原来我创建一个表的时候 还可以顺便一起往里面插数据 那就可以了听懂了吗 把这个拿过去啊 把这个拿过去来 怎么办 走 创建了也插入了 验证一下 select新 from 叫什么呢 goes brands 懂 有了吗 那么有了之后 select新花 from goes 接下来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 是不是和它 是不是进行关联啊 对不对 咱们刚刚这个社会语句也练过了 把它进行关联 就是update的故事 innojoin 这个东西 然后呢 确计对后 是不是set 是不是在对后写 把它拿一下 然后呢 粘贴 好了 咱们再去试一下 select新花 是不是现在就变了什么 那么还有一步 接下来 要把它的类型 以及它的名字 是不是给它change 是不是给它改回去啊 把它的名字给它改了 接下来咱们通过outtable 然后对它进行修改 因为咱们这个表 这个字段 咱们之前已经修改过了 那么咱们只需要outtable 加这个就行了 那么我写在这意味着什么呢 注意听 outtable 可以一次性修改 或者是重明明多个字段 我并不一定非得是outtable 只能一个 听懂我意思了吗 之前怎么写了 对后隔开 outtable 故事 如果你之前这个表 是没有修改过的话 就是我两个表都没有修改过 一个 就是两个字段都没有修改过 一个select 一句outtable 那么接下来 change这个字段 接着 趁着这个字段 是一起可以改的 听懂意思了吗 也可以写三个 也可以写四个 好了吗 那么接下来呢 把这个拿过去 outtable 然后goes do change 把原来的这个 给你改成这个id的这个 然后是这个类型的 not on 可以吧 do 那么大家看 这个时候 是不是他这个名字已经改了 怎么验证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dsc 故事 这个位置 是不是已经成功了 是不是给上了相应的类型了吧 那么还有一步 是什么一步呢 哪一步呢 是不是你应该给他添加外件的 是不是这个约束啊 其实外件的是一个约束 约定了你这里边的值 必须是那个表里边的组件 囤带的 不囤带就不行 这就是外件 好 那么 那么接下来 咱们是不是只需要把这个外件 什么的加上就可以了吧 插入外件 这句话 把它加进去 outtablegoes add foreign key 给这个词战添加 引用的是这个表里边的这个id 好了 签约成功 我怎么知道你添加了哪一个词战 是除外件 so create table 叫什么呢 故事 大家看着 大家有没有发现 跟着我的鼠标走 看着 说多少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什么呢 出现的一个constraint 这个哥们呢 是什么意思呢 考虑了大家不知道 我已经翻译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 你看着 是什么意思呢 constraint 约束限制 是不是乔治的意思了吧 也就是说 哦 我明白了 原来这个就是约束 约束的是什么呢 约束了是 foreign key 一个位置 当前表的这个 这个队段 reference 是翻译的这个表里边的这个 这个外件 是这个表里边的 是不是这个件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除了constraint 约束这个东西之外 你没发现 这个地方还有个名啊 这个地方 这个名 用来标记 这个外件约束 它有什么用呢 记 我简直告诉大家 当你不想要有外件的时候 那有人说的东哥 咱们好不容易 对中天然外件 你不要了吗 不要了 为什么不要呢 因为 实际开发的过程当中 很少会用到外件 因为它会降低 你表查询的效率 或者说你接下来去 更新的时候的效率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当我查一个数据的时候 它是有效率相当低的 为什么呢 见完 他问为什么 说每次什么都要进去查呀 你有一万条 我接下来不去查一万条 我每查一个查一万条 每查一个查一万条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效率就低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就是设计数据库的 一个规范 尽量少使用 那么在咱们昨天 给大家咱们说的 这个数据库的设计里边 咱们说到了上三番式 以及一样模型 还记得吧 什么一对多 多对一 还有多对多的 最下面他们 这个地方 一个扩展阅读 看看人家的 这个设计 是不是这个地方 有个叫58道家的 一个数据库的 是不是30条均规呀 一点 操练就不能给你做好了 一点 一点就打开这个东西 一点也打开他 他们看着 在这里边 他说必须使用 InnelDB引擎 必须使用UTF8 然后还有什么 什么什么 禁止使用 什么什么视图等等 然后禁止使用 你看禁止 同一所大文件 或者是大照片 不善于 为什么让数据库 做他不擅长的事情呢 他不擅长同一文件 那个命名规范等等 数据库的大小等等 大家这个地方走一走 有个东西叫做外界 你看 禁止使用外界 当然有人说 东哥他说的是真的吗 他不权威 这个机构他不权威 但是 58到家的数据相当大 他通过实践 证明了 你这么做 将来你的效率高 否则你将来做出来 效率低 听懂我意思了吗 因为他有可能 一天要产生 好几千万条数据 那用不了几个月 那将来就上一条 那么将来 我建设查数据的时候 性能这个优化 是相当有问题的 那么最终这是人家的一个经验 这不代表官方 听懂我意思了吗 这只代表某些公司的一个经验 那么咱们现在学了什么 就是要参考 要多参考人家的经验 你比方说 所谓的杜金是什么 你如果去BT公司 你去干个两年 你出来去中国任何一家公司 都可以 随便的只要是互联网公司 都可以 为什么呢 去干什么 杜的金 你去杜的什么呢 不是说 你不是说百度的这个名字 是说的 你进去之后 人家的数据相当大 你进去学的是那种处理问题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别人公司没有大数据 没有超大量的数据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 听懂了吧 因此你在过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人家指 是吧 说明咱们应该怎么做 等不去搭这个框架 将来就有经验 就像建个楼 如果一个设计师 他没有去过国外度过金 没有去学过这些高端的经验 他回国的时候 他只能建个小房子 高楼是建不了的 这就是经验 所以说呢 我的意思 咱们大家可以多看看 听懂意思了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他的这个名字 什么叫架构师之路 是吧 你可以点开 可以看看 这个公众号呢 你可以关注 也可以不关注 也可以看看架构师 一个架构师 他是怎么养成的 是吧 需要很多东西 需要很多东西 可以看 好了 就他 他们 这个地方应该能够说明了 是不是咱们应该是尽量说十个外建了吧 这就可以了 这就够理由了 那么这个地方也说 怎么把外建给他扔了 怎么扔呢 咱们刚刚通过数 create table goods 已经正确的 已经成功了 看见了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两个外建 那把这两个外建 要数给他干了 不就完了吗 不让他要数给他 就完了吗 来 out table goods job foreign key 这个地方写什么名呢 写刚刚他给你生成的这个名 听懂我意思了吧 其实这个名字在这个地方有用 好了 out table goods 然后job foreign key 写名叫什么呢 goose 咱们算第一个 goose下滑线 ibf key 下滑线1 都 三第二个 都 是不是已经成功了 被我删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 同学们啊 这个时候 当你在往里面插数据的时候 请问 是不是咱们只能从逻辑的角度 来判断了吧 从逻辑来去判断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那也要说 东哥 你从逻辑 你不是还得判断 你从数据库 不是还得判断 你为什么 你自己去判断 不让数据库去判断呢 难道数据库的性能 就比你写的要低吗 同学们理论上讲 数据库已经做到了判断 其实它的效率已经很高了 但是它有个地方限制了它的性能 什么呢 Myster Car 基本上是存储在硬盘上的 硬盘怎么着 硬盘要卖太多了 谁最快呢 CPU最快 次知识内存 再次知识硬盘 硬盘要分 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 固态硬盘要远远大于机械硬盘 听懂我意思了 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是说 你想啊 我要去做一个公司 我要去做一个网站 我接下来有很大的这个硬盘 有很多的硬盘 这没错 硬盘连加呀 我接下来有很多的数据 我都存在硬盘上 请问是不是效率要上得慢啊 我怎么办呢 像这样的数据 如果接下来 如果你接下来要处理这个数据 如果你接下来 仅仅是想要囤出 它的这个组件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 把这些囤在内囤里边去 那么将来会有什么特点呢 你去判断的是 有没有12 有没有13 我只要把123 156789这些组件的11到13 我扔到内囤里边去 那么接下来 我再去判断的时候 让程序到内囤里边找 请问是不是要比 到硬盘上去找 是不是要快很多倍吧 因此 你从逻辑的角度 来处理这个问题呢 要比让数据库 到硬盘上去找 效率要快 听懂了吗 所以说就在这儿 那你说呢 万一东哥 我的硬盘 我这个数据库 也是存在内团呢 请问 你想把什么存在内团呢 你有好几亿条 像京东这样的商城 一天产生 好几千万条的数据 像比方说的更通的一点 像腾讯 咱们今天 是不是每个人 基本上都有微信 是不是都有QQ吧 你用不用费 你反正都有吧 那么请问 好几十亿 这样的信息 有这么多 你每天发的每一条纪录 我告诉你 这就是一行 Hello 吃饭了吗 这是一条 是吧 今晚上来我家 这是第二条 是吧 聊聊天啊 都是可以的 请问你们发现 是不是每一天 一个人用回来 你想你一天聊多少微信 一个消息 就是一个纪录 你想一天 你产生几十亿条的信息 他怎么讨厌 他绝对不可能 找一找内讨厌 你放心 你打死他腾讯 他也做不了这个特点 内讯他得买多大的内讯 买不起啊 那腾讯买不起吗 他买得起 你觉得他会花这个冤枉钱吗 他不会的呀 你有没有发现个特点 你在去微信 去查看历史记录的时候 你在往下拉 是吧 拉出来之前的那个历史记录 你拉的时候 当然没发现一个 有的时候会 是不是卡那么一点点 卡一会儿 才弹出来 是个道理吧 他为什么不会做的 一拉下来就下来 一拉下来就下来 因为他经过大量的市场调研 市场的结论总结出来 一个人去查历史记录的时候 不是特别多 场景少 第二个 你稍微卡那么一点点 你毕竟是让我去找历史记录 我慢一点点 是不是也是历史应当的 所以说只要不要太慢 因此所有的数据 其实都在硬盘上 听懂了 这个最后表达一个特点 尽量少用外界 就行了 就是特点 因为他性能低 性能低 好了 那这个地方呢 咱就给大家说了一下 咱们整个这个 由一张表 拆成多个表 我最后再强调一点 实际开发的时候 东哥 真的是我先有了这个表 这里边也有数据了 我接下来再猜吗 你觉得是怎么着 同学们 我刚刚给你的模拟的过程是 通过一张表 变成多张表的整个流程 你听到了吧 那么实际开发的是怎么着呢 先花好几天来设计表 你放心 一定是新设计表 谁带着你设计呢 如果要是有经验的人 就直接带着你设计 要是没有经验的人带着你 那就是你自己的活了 你自己怎么设计的 将来你的程序 怎么方便怎么来 这是第一步 怎么方便怎么来 第二步 升级流程是 效率怎么高 怎么来 听懂了吧 是有一个提升的过程 所以说 我在最后的一个建议 咱们大家要记住了 当你在工作的时候 同学们 钱很重要 没有钱什么也干不到 这个现在的社会 就这个道理 没有钱什么也不行 对吧 但是钱也不是万能的 比如说 当我有两家offer 就是一个公司A给了一个offer 一个公司B给了一个offer 就都给了我入职申请了 我现在我去哪一个呢 如果一家多给你一千 另外一家呢 少一千 但是呢 给了你多了一千的这个公司呢 他没有人来带你 或者说带你的这个人呢 很一般 但是那一家公司呢 他们说了 我们公司的这个文化呢 相当好 有一个工作经验 很丰富的一个老 一个你的leader 一个你的老大将来要带你 请问你会选哪一个呢 不要选那个多一千块钱那个 不要把钱看得特别重要 但是没有钱 我说了 没有钱不行 但是别把钱看得特别重要 听懂了吧 有一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 比如说亲情啊 感情啊 是吧 这是买不到的 那再比如 我的最后的一个建议 如果要是有一个好老大 去带着你去设计数据库 你的经验就蹭蹭蹭往来找 如果要是没有一个好老大 就带着你 就像我原来说过的那天玩 那个学生一样 花了六天的时间 结了两个bug 那么言外之意 不就是六十天 还结二十个bug吗 那一年有多少个六十天呢 有六个六十天 是吧 那就是一年结一百二十bug 一百二十个bug 那么这种情况下 都是你自己的东西出来 比如说你的提升呢 是相当慢的 你得花大量时间来去填那个坑 要是有个好老大 告诉你 这是坑啊 别进 你就知道 这是坑 你只要稍微再进去一下 你试一试 是不是这样立马就出来了 怎么跳的坑你都知道 但是没有老大带来的情况下 你是要花大量时间的 就太坑了 所以说 这是我的一个处事方式 我告诉你 我一年来北京 我就这么多的 我没有追究钱 我一年来北京多少钱 我告诉你 三千五 实习两千八 我和我媳妇 一个人花两千八 两人花两千八 你懂吗 房多 吃喝拉萨 什么都有 最后省多少钱呢 你猜猜要省不了多少钱 几百块钱 但是呢 我那个时候呢 我就坚持一个原则 这个老大不错 我就跟着我老大 我觉得 我就觉得没错 OK 第二年 变成六千 第三年变成九千 对吧 往后帮我们就行了 你就往后帮我们就行了吗 所以说同学 我觉得是这样比较重要 听清楚了 反而我原来我就工作的时候 我那些同学上了就找四千五的 一年四千五已经很高了 对吧 我只找三千五 我要求低一点 是吧 你先让我入职 我以后老大就行了 后面呢 早就不知道操了他们 是吧 拉得越来越远 好了 就这个道理 同学们 经验啊 数据库 真正的数据库 是先设计 再有数据 而咱们刚刚给大家体验的这个流程是 先有了数据库 数有一张数据表 是不是怎么拆啊 真正的是先有多少张表 再往里面填数据 那么最终 即到现在为止 咱们再翻一张表 请问同学们 是不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吧 数据不就出来了吗 就是这么出来的